1月1号 沙特 埃及 阿联酋 伊朗 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金砖国家扩大到10个成员国 这充分说明金砖合作拥有光明前景 中方对金砖合作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18年的历程 凝聚力日益增强 影响力持续提升 以成为国际事务当中一支积极 稳定 向善的力量 你刚才提到金砖国家已经扩大到10个成员国 我想这充分说明金砖合作拥有光明前景 金砖国家应有关国家请求做出扩原决定 符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顺应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 我们将携手金砖好办 推动大金砖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